第29题 关于混合物的分离实验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A 过滤时漏斗颈下端要靠在烧杯内壁 这是对的 我们说漏斗颈贴紧烧杯壁 是为了避免绿意见起 B 陶瓷纤维网的功用是使加热均匀 这个是对的 我们教过 我们使用陶瓷纤维网 使加热能够均匀 Z 用表玻璃盖住蒸八米是为了避免食鹌晶体弹跳出来 这个是对的 如果各位有做过这个实验 就晓得我们做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食鹌晶体会能够 弹跳出来 C 加热食鹌水是利用食鹌沸点比水滴的特性将食鹌分离出 这个是错的 我们知道蒸八结晶把是利用沸点不同将物质分离 这一点没有错误 但是水蒸八跑出来了 而食鹌留下来了 所以表示水的沸点是比食鹌沸点低 所以他写的答案是相反的 因此 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加热食鹌水是利用食鹌沸点比水滴的特性 将食鹌分离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